我和江源都是江家收养的孤女 不忍他为校爸自毁前程 我便将他早恋的事告知家里 被强行分手后 他果真听我们话 开始好好学习 成了当年的高考状元 却在升学宴那天放火烧死了我们 我们这才知 原来他一直怨恨我们棒打鸳鸯 重生后如他所愿 我冷眼看着他和校爸走进气才是 没再阻止 嘻嘻 罗松给我表白了 你知道我有多高兴吗 他是第一个给我熬白粥的人 让我有了家的感觉 我重生时 就听到江源在我耳边滔滔不绝 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他给你熬了碗白粥 就让你有了家的感觉 那我大半夜爬起来给你下的面呢 那妈妈跨市给你送回来的生日蛋糕呢 那哥哥每周带你去吃的高级餐厅呢 这些又算什么呢 以前我不知道 现在我明白了 算个屁 别人对他千好万好 都抵不上罗松给他熬的那碗白粥 江源仍旧喋喋不休 急于向我分享罗松对他的好 见我不采人 不满叫嚷 喂 江西 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讲话 在听呢 在听呢 我一边敷衍他 一边拿出下杰克要用的课本 然后是江源再没心没肺 也听出了我对他聊的话题不感兴趣 背过身去 撅着嘴一个人生闷气 忽而想起什么 又回过头压低声音嘱咐我 这周五罗松约了我 我要晚点回家 你记得帮我应付下妈妈和哥哥 文言 我翻书的动作一顿 审视的目光落到江源脸上 前世也是这般 江源陷入罗松的甜言蜜语中无法自拔 对我平时劝戒的话置若网闻 我天真的以为他只是谈个恋爱而已 直到我偶然在楼道间 听到罗松和他兄弟的对话 他要拿下江源 尝尝富家女的滋味 我和江源都是江家收养的孤儿 不忍他因这个人面受心的男人断送自己 深思熟虑之下 便将这些事告知家里 我们找去学校时 正巧碰见罗松在脱他衣服 妈妈震怒之下 将罗松送进了牢里 事发后 江源连续一周无端哭泣 未发一言 我们都以为 他是受到创伤有了心理阴影 轮流陪在他身边 被他进行心理疏导 他也如我们所愿开朗起来 全身心投入学习 在当年的高考中 超常发挥拿下状元 妈妈喜不自胜 为他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升学宴 可谁知 他竟然一直怀恨在心 恨我们棒打鸳鸯 毁了他追求的幸福 将我们锁在房间里 一把火烧死了我们 想起前世他关门时的怨毒表情 我便止不住心底的杀意 目光阴冷起来 江源被我吓到 打个寒颤 小心翼翼问 嘻嘻 怎么了 我神色一松 笑着摇头 你想做什么 不必和我报备 前世我好心好意 却落得个尸骨无存的下场 这一次 我不会再多管闲事 周五下午 我们只需要上两节课就够了 下课前十分钟 江源就按捺不住心中的躁动 开始收拾东西 林一想 他便急不可耐地冲出教室 我悄悄跟随他 发现他果然避开人群 偷偷去了体育馆的器材室 笑爸罗松等在里面 我冷冷地 瞥了器材室的方向最后一眼 头也不回地离开 向门口 这次是哥哥亲自来接我们放学 高三后 为了缓解我们的备考压力 他每周都会带我们去餐厅里吃饭 这次看到我一人出来 疑惑地问了句 圆圆呢 我洋装也不知情的样子 不知道哎 一下课就没了影 听他说 好像是约了什么同学 在妈妈和哥哥眼里 江源天真烂漫 乖巧懂事 一听我这么说 就打消了一律 屋子点头 哦 那可能是和同学探讨题目去了吧 我沉默 哥哥对他的信任度 也太高了一点吧 要是得知他心目中 纯洁无瑕的妹妹 在和校爸私混 不知道会是什么表情 江源是深夜回来的 不知道他用什么理由 躲过了妈妈和哥哥的盘问 一回来就钻进我的被窝里 迫不及待 和我分享他今天的经历 我恨不得能早点认识他 他技术好 是因为在很多妹子身上练过 我侧过身去 黑着脸听他口罗悬河 直到他说 罗松还有个好兄弟 不如我把你介绍给他吧 这样的话 无论做什么 我们两姐妹都可以在一起了 我霍一声先被做起 脸色阴沉 警告江源 你想做什么 那是你的自由 但请别带上网 他被我冷力的语气骇住 愣了下 玄机也生气了 我这是把你当好姐妹 结果你就是这样对我的 狗咬吕洞宾 不识好人心 好姐妹 为了的男人 把我送下地狱的好姐妹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宁可不要 经此一事 我和江源算是决裂了 以前他总喜欢和我分享生活 探讨困惑 可现在却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理我 整天神神秘秘 行踪不定 而我也乐得清闲自在 将全部心思放在学习上 既然上天给了我一次重生的机会 那我就不能辜负 势必要考出比上辈子更好的成绩 随着我的名次一次比一次亮眼 江源的成绩却是肉眼可见的退步 家庭聚餐的时候 聊到这事 妈妈关心地问了一句 圆圆 你最近是学习压力太大了吗 啊 江源黄霍抬头 对上妈妈探寻的目光 胡乱点头 是 是的 学习压力太大 我借喝饮料的功夫锤手 遮掩嘴角的机窍 分明是忙着和罗松昏天暗地的私混 貌似他们最近越发肆无忌惮了 谎言终究是谎言 会有被拆穿的那一天 而我没想到 这一天会来得如此之快 寒假前的800米体测 江源在跑步过程中 毫无预兆地晕倒 送去医院检查 他居然怀孕三个月了 这一个重磅炸弹 将在外出差的妈妈和哥哥 全都炸回来了 江源醒来 看到守在病床边的一圈人 还有点反应不过来 妈妈二字还未出口 便被人一巴掌重重地甩在了脸上 那个男人是谁 妈妈气昏了头 语气严厉地质问 江源装傻 捂着被打疼的脸 委屈地掉眼泪 妈妈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得益于江源长了张清纯无辜的脸 妈妈开始怀疑 他是被人欺骗了 气消了不少 不再责问他 只扭头吩咐医生 给他准备人流 原本江源安安静静地 听从妈妈的安排 这事儿可能就过去了 他还能回到学校 按部就班地读书 过正常的生活 他偏要一条独木桥走到黑 语气激烈地阻止 不 不 你们不可以擅自打掉我的孩子 绝不 妈妈和哥哥听到这话是震惊的 相视了一眼 将外人都赶出去 关起门来 和他分析留下这个孩子的利弊 远远 你也只是个孩子 连自己都照顾不好 留下他只会拖累你 你的未来广阔场量 没必要因为他毁了自己的无限可能 这是实话 江源却像是着了魔一般 护住自己的肚子 奸生反驳 才没有 他是我的宝贝 是我在世界上唯一的家人 任凭妈妈和哥哥好话歹话都说尽了 江源还是固执己见 不肯后退一步 就在两方僵持不下时 久不开口的我一锤定音 妈妈 哥哥 江源已经成年了 在法律上具备民事行为能力 既然他想留下孩子 那就如他所愿好了 此话一出 妈妈哑口 半晌后连说了三个好 愤然而去 哥哥也目光深深地瞧了江源最后一眼 阔不离开 那一眼中 饱含的是失望 曾经的江源嘴甜会哄人 比之沉默寡言的我更得他们喜欢 在他身上花费的心思也更多 江源不知道他失去了什么 只沉浸在孩子被留下的欢喜之中 希希 谢谢你 我就知道 关键时刻只有你和我站在一起 别谢我 我打断他的自作多情 我只是不想妈妈和哥哥 唯一白眼狼操心罢了 他错愕地瞪大了眼睛 似是没想到我也会弃他而去 在这个年纪的正式 应该是读书 成长 而非早恋 怀孕 我们为他着想 阻止他误入歧途 到头来却遭他怨恨 报复 既然如此 何不认他随波逐流呢 放下助人情节 尊重他人命运 江源立宝 无人知晓他背后的男人是校爸罗松 他早恋 偷视禁果 怀孕的消息传回学校 遭到了老师们的白眼 同学们的冷落 家长们更是将他列为反面教材 勒令自家小孩和他交往 毫无意外 江源被孤立了 受不住流言蜚语的他 只能选择退学养胎 妈妈和哥哥因为他的叛逆 不愿再管他 他也不愿意再回那个冰冷的家 此时此刻 罗松的事以元首 就更显得难能可贵 我趴在教学楼的阳台上 看着他上了罗松的自行车 搂着他静瘦的腰 脸贴在他的背上 单从背影来看 满满的幸福质感 他以为迎接他的 将是温暖的家和温馨的生活 殊不知 这一去 杨长小到荆棘遍地 再不能回头 江源极力想要证明 他一意孤行的选择是正确的 逮着生活中每一个幸福的瞬间 向全世界宣而告之 我早起刷完两套数学题时 他更新了朋友圈 挺着尚未显怀的肚子 对镜自拍 配吻 每天睡到自然醒 在你们时刻 为未来担惊节律时 我的人生却已去向圆满 四季 三餐 一人 还有即将到来的宝宝 我扫了眼书桌上 垒得老高的诗卷 自问 时刻为未来担惊节律吗 可我拥有的 分明是充实的生活和敞亮的明天 江源的动态设置 所有人可见 意在炫耀 未婚仙玉你很骄傲呀 滚一边去 没人羡慕你的生活 和你当过同学 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耻辱 他的动态底下 全是诸如此类的评论 没有得到想要的效果 反而招来众人的奚落和嘲讽 江源大受挫败 灰溜溜地删掉了动态 自那以后 他再也不在朋友圈里 晒他幸福美满的生活 将我选择他倾诉的对象 每天给我发消息的频率 堪比骚扰 嘻嘻 你根本不知道 现在的我有多自在 每天什么都不用做 只要安心养胎就好 你看 这是罗松妈妈给我熬的鸡汤 我瞥了眼他发来的照片 不大的瓷碗里 成了半碗清点 连油脂都看不见的鸡汤 这就是他口中的 所谓的对他的关爱吗 我挑了挑眉 目光落到餐盘里 那只香气扑鼻的状元机上 反手拍了一张照 回 简反复跳转 半嗓 才气急败坏地发来语音 你根本就不懂 罗松家里穷 却愿意杀一只下蛋的母鸡 给我补身体 这是重视我的表现 这话令我无言以对 也不想再多费口舌 江江源的微信 拖进了黑名单里 没有人可以一直活在童话中 江源更不能 他原以为 罗松母子对他被家呵护 都是因为爱 殊不知 源于他附加你的身份 罗松母子 这是将他当作 鸡身上流社会的跳板 所以愿意供着他 哄着他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江家都还未有任何表示 罗母的期望眼看就要落空 他脸上慈善的面具 险些维持不住 半诱哄半抢逼 让江源带他来了江家 妈妈在商场上经营多年 气势浑然天成 不怒自慰 凉淡的目光掠过那对母子 落到江源身上 只淡淡一句 知道回家了 没有寒暄 没有问候 只有极致冷淡的一句话 江源曾说 他待着这个家里好窒息 他讨厌妈妈和哥哥 不经意间流露出的轻蔑和鄙夷 这会让他感觉自己敌人一等 罗松就不一样了 和他待在一起 自己就像是赤身裸体 奔跑在原野上一样 回归了自然 对此 我嗤之以鼻 眼下 妈妈这般漫不经心的话语 又让江源敏感地心受到了刺激 他说 我没打算再回这个冰冷的家 只是想到今天过年 为人子女应该孝顺 回来看看长辈罢了 小小年纪 就端起了大人的姿态 企图用他稚嫩的 为人处事的方法 告诉妈妈他的蜕变 何其可笑 果然 妈妈在听了这话后 只是冷冷地扯了下唇 道 不用 你的出现只会让我心烦 天堵 江源的自尊心受到了一万点暴击 拉着罗松想要离开这里 却被罗母拦下呵斥 站住 随即对着妈妈陪笑脸 说尽好话 亲家母 母女之间哪有隔夜丑啊 远远也就是嘴硬心软 你千万不要和他一般见识 许是罗母这般模样太过虚伪 妈妈没了食欲 放下筷子 似笑非笑地逆着他 你在叫我做事 不自觉散发出来的气场 让人心惊 不敢与之顿事 罗母面色骇然 腿肚打起了抖 就在气氛冷静之时 妈妈冷冷开口 说吧 你们今天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罗母仿佛就是在等这句话般 浑浊的眼睛顿时变得清澈 目光里全是精明 亲家母 人人肚子里怀着的是你的外孙女 现在她在我家养胎 你这个当外婆 是不是该有点表示啊 她的右手拇指和食指反复麻撒 暗示意味明显 只差将要钱二字宣之于口 江源显然也没料到会有这茶 错落得瞪大眼睛 脱口而出 罗阿姨 你说了 只是让我带你来拜访妈妈 不是来要钱的 罗母瞪她一眼 不越打断她的话 低喝 住口 家里平白多了张嘴 吃喝拉撒不花钱吗 难道你想白吃白住不成 罗母一着急 就将真心话说了出来 而线下找不已经晚了 索性破罐子破摔 态度强硬起来 亲家母 我也不和你绕弯子了 你女儿不自爱成了破鞋 将来肯定是没人要了 你现在多给点嫁妆 我还能看待她肚子里 那坨肉的份上 对她好点 否则的话 呵呵 话未说尽 却满是威胁的意味 闻言 我们一家三口 皆是默契地看向江源 瞥见我们脸上的戏谑表情 她自觉难堪 去扯罗松的衣袖 罗松 你快劝劝你妈 来之前 她明明不是这样说的 罗松奇怪地瞅了一眼江源 一副吊铛的姿态 道 我觉得我妈做得挺对的呀 你要吃要穿 还要生孩子 养孩子 你没有收入 不得问你妈要钱 我妈做这些都是为了你好 这般不要脸的话出口 着实惊掉了人的下巴 受惊吓最大的还属江源 她强调 我怀的可是你的孩子 罗松不耐 烦躁地甩开她 拉着自己的手 道 你以为我嘻哈啊 我伤了这么多女人 只有你要死要活 非得把孩子生下来 还想让老子给你养 做梦 老子自己都是个靠娘 养没断奶的孩子呢 瞎说什么大实话呢 全场静默时 只有我扑斥一声笑出了声 朝江源竖起了大拇指 你找男人的眼光不错 很有幽默天赋 想必以后的日子 肯定能苦中作乐 江西 江源一腔怒火无处发泄 又遭了我的嘲弄 直接将矛头对准了我 想反唇相机时 妈妈一声怒喝 够了 紧接着从包里 拿出一张银行卡 放在桌上 这本来是我为你准备的 大学四年的学费加生活费 虽然你选择了辍学生子 但我还是把钱给你 算是全了我们最后的母女情分 江源依旧是那个骄傲的江源 为爱不为财 只看了一眼 便倔强地撇过头去 拒绝 我不要 只可惜 她的亲高傲骨还没来得及 维持一秒 罗母便抢先夺过卡揣进兜里 这孩子口是心非 亲家母的心意 我就先替袁袁收下了 然后生怕妈妈后悔一般 拽着罗松夺门而出 至于江源像个跳梁小丑一般 站在客厅中央 妈妈和哥哥为在看他一眼 起身上楼去了书房 我悠哉悠哉地吃着东西 等到酒足饭饱时 才有空去看孤零零站着的江源 挑了挑眉 问江源小姐 要不要我派车送你回家呀 她哽着脖子反驳 这里也是我的家 我提醒她 难道你听不出来 那笔钱是妈妈给你的断亲费 江源仍在自欺欺人 我没收 可是罗夫人已经替你拿走了 一瞬间 遮羞布被撕开 所有的不堪都赤裸裸地摆在她面前 江源红了眼眶 嗓音哽咽 唤我 嘻嘻 我擦掉她就要夺狂而出的眼泪 但莫道 别哭 你要拿出虽千万人无往已的勇气 活出自信精彩的人生 用事实向我 向妈妈和哥哥证明 你的选择没有错呢 现在就回头 怎么对得起钱是放火烧死我们 也要报复我们棒打鸳鸯的壮举呢 江源脑抽退出竞争赛道 对我而言 最大的好处是资源的归笼 以前的她 更得妈妈和哥哥喜欢 江家的资源相对倾斜于她 如今 全都是我的了 寒假过后 妈妈出过忙分公司上市的事 将我的学习和生活 全全交托到哥哥手上 平时哥哥都住在自己的公寓里 一时之间 偌大的别墅里 只剩下我和佣人保镖们 兴许 是江源带给他的心理影太大 怕我不太厚尘 哥哥将我拎到了他的公寓里 高考结束前 你就先住在这里 好的呢 哥哥 我主打一个乖巧 这让哥哥很满意 他面色冰寒消融 薄唇含笑 大掌拍了两下我的头 哄小狗一样 乖 然后转身去书房 忙自己的事了 换作从前 我是绝对不敢和哥哥 这般近距离接触的 我不是江源 不如他那般嘴甜黏忍 因着时刻 紧记着自己是被收养的 所以我把妈妈和哥哥 当家人对待时 心里还有一条 界线分明的三八线 我感激他们 将我拉出泥沼 让我站在了 其他人中期一生 可能都过不到的平台上 所以我倍加努力 想要利用这个平台 搭建出属于自己的辉煌宫变 只是今天 好像有什么东西 变得不一样了 不过容不得我多想 开学后越来越多的试卷 和连续不断的考试 塞满了我的生活 每天都忙到飞骑 幸好我经历过一次高考 有上辈子打下的监视基础 这一试 许多知识只需稍加点拨 便可融会贯通 哥哥周末例行检查我功课时 探到几近满分的试卷 眼底闪过赞许 很不错 你想好 要考哪所学校了吗 华青 我想也没想 就脱口而出 华青是我一直以来的目标 硕士和博士都在华青就读 我要成为一个 从一而终的华青人 再见 江源是在五月底 学校放了一周假 让学生自行回家复习 算是考前放松 而哥哥看我整天无所事事 干脆大手一挥 送我去乡下放松 还邀请了全班同学 我们在景区游玩的时候 碰巧遇见了江源 怀胎八月的他 身材严重变形 挺了个大肚子 艰难地弯下腰 在河边洗衣服 有嘴贱的男同学过去招惹他 哟 这不是我们为爱辍学生子的江同学吗 怎么沦落到 要亲自洗衣的地步了 曾经的江源外表甜美 性格温柔 是被一众男生追捧的存在 情书 糖果 礼物 每天都塞满了他的捉动 江源对此无动于衷 只淡淡评价 这群富家公子哥虚伪至极 我宁愿坐在自行车上笑 也不要在宝马里哭 如今 他也算是求人得人 可江源貌似不高兴啊 用衣袖遮住脸 掩耳盗铃一般 躲避众人打量的视线 我平淡地收回视线 到换个地方逛吧 然后 乌泱泱的一群人跟着我走了 结束一天的游玩已是深夜 我身心俱疲地回到房间 准备养精蓄锐 迎接明天的爬山活动 结果房门半夜被人拍响 嘻嘻嘻嘻 救我 嘻嘻 救救我 叫声淒利 跟喊魂似的 叫我想忽视都不行 打开门一瞧 居然是半死不活的江源 饶事重生了一回 我也没见过这么害人的惨面 哆哆嗦嗦掏出手机 不打120 随后又给妈妈和哥哥去了电话 怕人死在我屋门口 到时候拜扯不清 幸好是在景区 附近不远就有医院 救护车过来拉人去急救 江源难产 生下了一个死因 但好歹命保住了 他气息奄奄地躺在床上 双目空洞地望着天花板 叫完飞以后 我抽空去看了他一眼 就不打算管他了 谁知关门的时候 他懊悔的叹息 随风飘进了我的耳朵里 嘻嘻 你说要是那个周五 我没应罗嗦那邀请 结果会不会不一样啊 现在后悔 迟了 我冷凝了一眼床上的江源 提醒他 这些都是你自己做的选择 他明明有很多机会 可以及时止损的 妈妈勒令他打掉孩子时 是他执意要生下来 上次回家 妈妈变相让他留下来时 是他自己坚称 不想再回那个冰冷的家 农户上支亡羊补牢 为时不晚 只有江源一条独木桥走到黑 现在撞南墙了 怪得了谁 农家乐理 同学们都在聊江源的事 上次罗母从妈妈那里拿走钱后 江源曾要求他把钱还给自己 但罗母以江源年纪小 守不住财为由 私吞了那些钱 去银行一查 里面竟然足足有400万 普通人可能穷尽一生 都赚不了这么多钱 罗母立马辞工 带着江源来乡下投资农家乐 而罗松继续留在学校读书 罗母豪言壮语 要将江源训练成 一个合格的良家妇女 于是扫地 匹柴 洗衣 做饭这些粗活 就啥事都不做 那大家都别火了 江源有苦难言 憋在心里无处发泄 直到昨日 看到一气风发的我们 连日以来的苦闷 化作滔天怨气 终于爆发了 他回去和罗母大吵一架 被罗母狠狠收拾 打到早产 江源走投无路之下 向我求助 我面不改色地听完这些 星湖没有掀起半点连衣 都是他自作自受 但我们的行程 还是因他受到影响 旅行被迫终止 我们提前回了家 日子一晃而过 转眼就到了高考那天 他抱了抱我 说祝你旗开得胜 我玩儿 妈妈不善和人亲近 哥哥作为他的亲生儿子 小时候也是被保母带打的 收养我和江源后 他却愿意试着去学一些 作为普通母亲会做的事 和他拥抱完后 我看向了一旁的哥哥 平时不苟言笑的哥哥 也被妈妈抢逼着 穿了一件金黄色的马甲 马甲正面的图案 是一匹撒开皮子狂奔的飞马 他脸色有些别扭 明显不适应现在的穿着 妈妈见他磨磨蹭蹭 谢谢哥哥 我会的 我朝他们挥手 随着人流走进了考场 三天的考试时间 很快就过去了 到了查成记那天 经过漫长而胶着的等待 个喜人的数字出现在我面前 738 除了语文成绩扣分外 其他都是满分 哥哥立在我身后 摸了摸我的头 毫不吝啬地夸赞 妹妹真厉害 哎呀 都是小场面 小场面 我故作谦虚地摆了摆手 饶事经历过一回 我还是压不住 想要上扬的唇角 随后 妈妈广发喜战 要为我扬半生学宴 规模比前世江源的 更加盛大 哥哥更是出手阔绰 直接拿出738万 在网上抽奖送钱 以至于全国人人知晓 江家大小节高考考了738分 到了这里 一切都很完美 如果江源没有来给我添堵的话 许久不与我说话的江源 破天荒给我端来了一杯牛奶 恭喜你呀 嘻嘻 这时候的他 整个人都失了灵气 没有身为江家二小姐时的风姿 他在医院里休养了很久 近两天才出院回家 只是妈妈和哥哥 依旧没有原谅他 我和哥哥都住在公寓里 只有他孤孤单单地住在别墅里 谢谢 我瞥了一眼 目光辨认他身上收回 事宜造型师继续给我弄头发 江源见我不理他 急了 圆圆 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牛奶 你赶快趁热喝 他不觉得这突如其来的关心 显得太刻意了吗 我透过镜子 似笑非笑地盯着他 比起我 现在身体虚弱的你 更需要喝牛奶 再者 你忘了 我对奶牛过敏 江源眼下眸 握住玻璃杯的手指钻紧 语调低冷 是我疏忽了 我再给你换成其他饮料吧 眼壁 转身出去了 我冷下眸 眼底闪过疑虑 江源为什么执意要给我喝东西 下药吗 大小姐 好了 造型师出声提醒 我抬眸 镜中的自己妆容精致 端装的同时不是俏皮 弯了弯唇 镜子里面的人也跟着笑了起来 我忽然间觉得 事情变得有趣起来 宴会快要开始了 哥哥过来敲门催促 我的小公主 好了吗 任何人抢了风采 所以哥哥被迫换了一身骑士的装束 平日里的清冷金贵消失无踪 只剩下英姿撒爽 我忽然心生一记 巧声问身旁的男人 哥哥 你今晚能去我的房间等我吗 我有一样礼物送给你 嗯 哥哥诧异了下 便汉手同意了 有了哥哥做饱 我撒开了胆 接过江源的饮料 借着阴影遮挡 全部倒在了窗帘上 然后 我若无其事地到处交集 接受别人的恭维和马屁 期间江源都寸步不离地跟着我 我不知道他给我下的是什么药 只能估摸着时间差不多的时候 开始装晕 嘻嘻 你等着 我去给你找医生 江源急迫地送我回房 刷卡进门后 将我往里一推 人就跑了 提前进屋的哥哥 接住快要扑到地上的我 没稍微挑 问我 礼物呢 马上就到 我从哥哥怀里起身 理了理生出褶皱的裙子 走到落地窗前的小桌上坐下 江源果然没让我久等 十分钟后 给我送了个男人进来 还是个老熟人 哥哥你看 江源对我真好 连自己的男人都舍得和我分享 没错 男人就是罗松 哥哥浓眉紧锁 看着地上被他打晕的男人 浑身杀意不止 江源的手段 怎么可以低劣到这种程度呢 好歹他前世也是高考状元 下药 男人 亏他连这种损招都想得出来 第二天 江源信心满满地带人来捉奸 妈妈 你快来看 他不顾妈妈难看的脸色 拿出房卡想要开门 一想到里面即将出现的场景 几乎控制不住 眼中快要破土而出的兴奋 然而 房卡刚贴上感应器 门就被人从里面打开了 江源傻了 哥哥 怎么会是你 一身白色玉袍的哥哥 出现在他面前 而他身后站着完好无损的我 罗松呢 江源八胎哥哥 冲进房问里 里里歪歪都找遍了 可都不见罗松的身影 他急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无错的向妈妈解释 我明明看到罗松进了这个房间的 妈妈不理他 目光静直落在哥哥身上 有吗 哥哥道 昨晚我一直和西西待在一起 这话说的暖昧 可也直接证明了我的清白 怎么可能 罗松一定是被你们藏起来了 哥哥 明明都是你的妹妹 你怎么可以这样偏心 江源流着泪质问 够了 妈妈被他彻底惹怒了 一巴掌甩在他脸上 说话毫不客气 江源 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 自甘下贱 不知廉耻吗 自己入了泥潭 现在还要拉西西下水 我江家没你这么歹毒的女儿 妈妈不想再看到他 转身就走 我也想跟着大部队离开的时候 江源莫得出声喊住我 这一切明明都该是属于我的 你说什么 我停住脚步回头看他 江源此时的恨意浓烈明显 我只在前世 他要放火烧死我们时见过 他擦掉眼泪 恶狠狠道 我做梦梦见过 妈妈的宠爱 哥哥的纵容 高考状元 升学宴 这一切都应该是我的 是你 是你江西 故意看着我误入歧途不阻止 然后费尽心机地抢走了这一切 江源也算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重生 他从梦中看到了 与此生截然不同的人生走向 却看不到上辈子我阻止后 被他火烧的下场 江源这种人真是自私地可怕 他还在那里身位俱下地指责我的错误 没发觉我眼中逐渐酝酿的杀意 江西 是你抢了我的 啊 下一秒 我见不上前 揪住江源的头发狠狠往墙上撞 他捂住脑袋想要反抗 奈何身体虚弱力气不够 连撞了大概十几次 直到江西头破血流为止 这下子 他已经没胆再指责我了 瞅见我眼底的风批劲 就吓得浑身哆嗦 我扯着他的衣领 冷声质问 江源 你能弄要点脸啊 把自己的不幸怪到我身上 难道你落得此等下场 不是自找的吗 是我喊你和罗松上床的吗 是我让你怀孕的吗 是我逼你把孩子生下来的吗 是我拦着你辍学的吗 是我教你道天男人的吗 我一个接着一个问题砸下来 江源人都懵了 闷不吭声 只默默地流泪 又是这副梨花带两的白脸模样 看得我一阵窝火 一颤眼泪流得更欢了 紧忙答道 不是不是你 希希 你放过我吧 你这样子我害怕 他恳求我 怕 怕个鬼哦 杀人放火的时候你怎么不怕 一场火葬送了三条人命 整整三条 我们都是和江源朝夕相处的亲人 居然还比不过一个 非亲非故的男人 恋爱脑害死人 王宝川见了你都得叫一声 祖师奶奶 想起这个 我胸腔内的火又烧了起来 揪住江源的脑袋 继续往墙上撞 我收着力气 没把人弄死 等他气息奄奄的时候 我才八手 希希 哥哥不知何时去而复返 瞧见房内血腥的场景 眉心很跳 我神色如常 主妇给他找个医生吧 别死在这里 晦气 江源受了十年的豪门教育 可是他的所作所为 远远配不上一位千金明媛的身份 他陆续将妈妈的柔情和耐心耗尽 终于下定决心 要和他断绝母女关系 而他已满十八 去不了福利院 又中途辍学 连高中学历都没有 这回江源是真的无处可去了 我们一家三口 窝在沙发上看莲花楼 哥哥盘腿坐在一边 骨节分明的食指 在键盘上灵活敲动 在忙工作 护感眼睛疲惫 停下来揉了揉眉心 余光瞥见我怀里抱着的薯片 长臂一身 给我拿走了 哥哥 我疑惑抬头 他从茶几上 拿了一包更为健康的无眉 甩我怀里 板着脸道 别总是吃这些热量爆炸的垃圾食品 我洗霜吗 我太深过去 想要将薯片抢回来 哥哥 叫我心底发毛 就在这时 管家过来说 太太 少爷 小姐 江源小姐晕倒了 妈妈扶了扶眼镜 给罗家打个电话 把人领回去吧 和上仪是一样 妈妈把罗松送进了监狱 直接盼了十年 另外非常高明的是 他另给了罗母五十万 说 你儿子强奸我大女儿未遂 这笔账肯定是要算的 不过一马归一马 江源亮然不是我女儿了 但好歹也养了他一场 这些钱 就算作他的嫁妆了 罗母恭恭敬敬地 结果银行卡 不敢造次 他惧怕江家的权势 心有怨气 只会将这些气撒在江源身上 回到罗家后 江源的日子不会好过 就算勉强逃出来了 他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弱女子 能活得好吗 没有学历 更没有江家二小姐这层身份 他什么都不是 自命清高 空有傲骨 说的就是他 大学前的暑假虽长 但总有结束的那一天 江家的业务拓展到了京市 哥哥随我一起去 妈妈不放心地千叮咛万嘱咐 听得哥哥浓眉直皱 不耐地打断他 妈 西西是十八岁 不是八岁 他会照顾好自己的 滚 妈妈美眸怒瞪 女孩本来就要 比男孩金贵 就该交养着 吼完他后 妈妈又转过头来和我说话 直到临上飞机时 他突然叫住我 西西 妈妈不是古板的人 哈 这话说得莫名其妙 与之前的话题完全不达边 妈妈说 你在京市和你哥好好培养感情 妈妈会努力接受 你身份上的转变的 啥 我越发困惑了 走了 想要细问 前面的哥哥却反身回来 攥着我的手腕大步往前 妈妈的身影 逐渐淹没在了人群中 消失不见 飞机没入云层 窗外是蓝天白云 机下是城市绿野 而我前世夭折的人生 将在今生中 下一站 今世华清 全文完